除人偶的秘密 在日本,每年的3月3日是祈愿女孩子健康成长的日子,叫做除季。 家里有女孩的人家会在家中摆放成套的人偶,这就是除人偶。 除人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历史吧。 除人偶的历史 除季起源于很久以前,在3月初举行的驱邪仪式。 在仪式中,通过像纸糊的人偶吹气,或者触摸人偶的身体,将身上的晦气转移到人偶上。 最后将人偶漂流到河流或者大海之中。 这样的驱邪仪式与贵族家女孩子玩的人偶游戏结合。 最终形成了用于观赏摆设的除人偶。 在3月3日,摆设人偶的习俗开始于日本的江户时代初期,距今约有400年的历史。 各种各样的除人偶 在江户时代,曾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除人偶,都有什么样的呢? 当用于驱邪的指人偶变为装饰用的摆设时,就成为这样的呈站立姿态的除人偶。 这是最早期的除人偶的形状哦。 立除形状扁平,无法自主站立,因此在装饰时,将它们靠在墙上。 宽永除 诞生于江户时代初期的古老的除人偶。 我们之前看到的人偶都是站着的。 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开始制作作作者的除人偶。 只有10厘米高,是小小的人偶。 原路除 服饰变得更加像日本以前的贵族女子,身体尺寸也变大了,又差不多20厘米高。 想宝厨 想宝厨 这种除人偶有50厘米高。 大家知道除人偶也有这么大的吗? 四郎左卫门厨 圆乱乱的脸,小小的眼睛和嘴巴,是不是很可爱? 古金厨 这种就比较像现在的除人偶了,虽然模仿了身份高贵的宫亲贵族们的服饰,但是比实际增添了更多的配饰,更加豪华。 有直厨 有直厨 他们身上穿的,是宫亲贵族家的贵女和郎君的袖珍版服饰,据说是特别定制的。 关西地区的除人偶 大家有在日本见过摆放在成阶梯状的台座上的除人偶吗? 这其实是起源于江户,即是现在的东京的装饰方法。 但是,在以京都与大阪为代表的关西地区,当地传统的除人偶的装饰方法则有所不同。 你们知道,哪里不一样吗? 对,关西地区的除人偶被摆放在豪华的宫殿之中。 然后,还摆放做饭用的灶头和厨房等迷你模型。 除人偶的形状与装饰方法,随着时代与地区的不同而变化。 在日本,每年的三月至四月左右,会在家中或者博物馆内摆放除人偶。 如果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日本,请仔细看看吧。 京都国立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